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商周到隋唐这2400年的历史只用1600字匆匆讲完 人物只有一个秦始皇 汉武帝等人匆匆呆过 台湾到内一直有些人想通过历史教育的方式达到他们去中国化的目的 手段无非就是把中国史和台湾史进行切割 古代史能模糊就模糊 近代史比如出一些小招 把日据时代改为日治时代 希望通过这些操作让台湾的同胞不再关心自己和做大陆的共同历史边缘 从而不再认同自己属于中华民族 他们想来倒是挺美 但是这些鬼祟操作真的有用吗 这有什么好抽调的 一来中华传统文化早就在台湾深深扎盾 市民山改节历史教科书就能切割干净了吗 咱比方说现在历史是不销三国的 台湾的国文课可继续在教初诗表 您说这初诗表的作者诸葛亮是哪朝人物 您能跟学生鼓题吗 再一个历史对待到本宋是都忽略了 但是博文课依然在教岳阳楼记 这范冲烟说先天下之忧而忧 他为什么这么讲 您能跟学生护能过去吗 二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吗 在流行文化中 中国元素的存在感那是越来越大 您说要搞去中国化 这全战三国是不是不允许台湾人玩的 这林俊杰的歌是不是也得进了 这周杰伦是不是也得进了 这恨不成连个三国沙也不让台湾人打了 还有啊 这最近上演的迪士尼大片木兰 曲子木兰茨 背景南北朝 这个是不是在台湾得进播的 更别提了 这些年在台湾火爆的这什么延细攻略啊 甄嬛传啊 这些大股武装剧 那肯定也得一并进播啊 本宫竟不知这后宫已是下场在当家 如此看来啊 这台湾同胞每天接触的流行文化中 中国元素是无处不在 台湾分子想搞去中国化 但他们发现这中国化 是怎么去怎么去都去不干净 中华文化呢 有两万个共同传承 两个同胞又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 只是靠什么阴谋不及都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 想靠山改节历史小科书 就搞到去中国化 图字献丑 终归无用 我是一哥 大家下期见 大家下期见